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是一段汽车公司的内部监控录像 在画面左上角不足四分之一的区域里 是公司外的一条路 这条路同往一起抢劫 强奸 杀人案件的现场 虽然画面的显示有限 但是这仅有的区域可以将路面的信息全部覆盖 从这条路经过的人必将在监控中留下影像 监控录像所留下的这段路是逃离犯罪现场最近最直接最短的区域 综合各方面因素 我们认为那条路上是最有可能出现的 在侦察员锁定的时间段里 除了这名身穿条纹T恤的男子以外 监控录像中出现的所有人都被侦察员排除作案嫌疑 其他的这个摄像头上经过的人 我们全都走着了 全都见本人了 离一句他我们没走着了 所以不管是他是重大嫌疑也罢 我们必须要走着他 这段仅有11秒钟的监控录像 寄托着所有侦察员破解这起迷案的一切希望 2011年7月8号下午4点多 一位村民在白银区屠宰场附近发现一具女尸 死者位于院墙的墙根下 整个身体都被荒草引干 案发现场非常隐蔑 很少有人到那地方去 死者的衣着相对完整 看上去非常年轻 他头上戴了一个白色的蝴蝶结 上身穿了一件已有英文字母的白色屁褶 根据现场观察 法医推断 死者已经死亡48小时以上了 实体已经高了 这个简单实表检验一看 踏上很明确 因为他脖筋与恶痕 可必有出血 实表的这个检验最终一步证实 就是他可能就是致死死了 我可必致死死了 现场被遇失焦 与109国头相连 位置十分偏僻 勘查还没有开始 侦察员的疑问就已经传生了 那死者为什么会到那去 是走在那还是泼尸 还是低下来 都让你起来一个困惑 对于难题需要我们还是解决的 死者的一只鞋掉在脚边 另外一只鞋在死者北侧两米左右 技术人员发现 鞋底的泥土与现场的泥土一致 这说明死者应该是和平进入现场的 当下这个位置就是第一现场 死者西侧三米出的两个纸袋子 似乎也能佐证这一派 现场的这个纸袋子 里面的东西完完好好的在里面放 如果说摸东西会出来 会撒进一地 可能这个女孩子就吃的袋子 走到这个地方 并且这个袋子呢 也实际上是放在那里 和平放在那里 两个袋子完好的摆放在那里 大一点的纸袋 装着女孩的两件衣服 令侦察员纳问的是 这个袋子里面还有一件深色的男士衣服 给人感觉就是跟这案件肯定有连线 那么一个女孩子为啥要提一个男士的衣服 当时我们还就想着 就是往这个秦上 可能是因为有目的谋动 把这女王阿姨害死的 这个我们给的信息就是 受害人是和平的方式 就会在那个现场 这份马上是在攻击 那这个攻击从而来 是不是现场的这家是衣服带来的攻击呢 还是哪里的攻击 但我们欺负了好多疑问 这个袋子里除了衣服以外 没有其他发现 侦察员马上将目光 转向另外一个质带 这个袋子里装着化妆品 牙具 毛巾 等生活用品 那么我们就分析 他提的包 提的衣服 提的牙具 到这来 肯定和中文某个人有一定的关系 来网友 探亲 或者是行走 什么人 袋子里 零零散散的物品 接连呈现在侦察员眼前 但是却没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 没有手机 证明他身上的 两个 一两个米 死员不清楚 死者到底是谁 哪人 年龄多大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我们一个人不清楚 案发前的三天里 白银是连降大雨 现场破坏十分严重 侦察员预想到的痕迹物证 全部没有找到 勘查已经接近本身 侦察员们最为担心的 是陷入一起毫无头绪的骨头案件 眼前 这个装有生活用品的袋子 已经是勘查的最后一个环节 侦察员将袋子中的物品 一个不胜的拿出来细致的遗憾 当他们拿出最后一样东西的时候 所有人眼前一亮 至关重要的一个定属出现 手机袋里面出现了一张车票 这张车票是 蓝州到白鱼的大巴车车票 边险只有一张 车票显示 这辆大巴车的车牌号是 甘A24563 于7月5号上午10点40分 从蓝州发车驶向白鱼 这张车票对于案件侦破 究竟有多大价值 侦察员还不能顿 但是此时要将展开工作 这张车票是侦察员们 唯一一个具体的方向 2011年7月8号下午 荒郊野外突然出现了无名女尸 刺激着所有刑警的神经 更为棘手的是 现场勘察后 侦察员可以利用的条件 仅仅只有一张普通的车票 只有这张车票 因为这张车票 我们能不能 看看能不能查实 受害人的身份 能不能查实受害人的活动轨件 7月9号 侦察员一边将现场提取到的物证 送到技术部门 做进一步的检验 一边通过车票反映的信息 开始针对现场周围 白银汽车站 蓝州汽车站 三个地方展开调查 根据车票上的信息 侦察员首先调取了 白银汽车站的监控录像 查看这辆车的行驶情况 监控显示 这辆车于7月5号中午12点到达白银 12点04分的时候 一个头戴白色蝴蝶结 身穿白色T恤的女孩 出现在画面中 这个特征 让她在过往的乘客中 非常鲜艳 因为这个死者特征比较明显 隔壁上的一件外套 现场发现了一个外套 受不了提拉之类 出传的时候 在那边看到 没有跟她说话 也没有跟她在一起并排走 她就是独自的一个任务 可以走的 通过仔细的辨认 侦察员确定 这名女孩就是死者 就是她 并且就是一个人 这句说明 死者确实是在7月5号的上午 从南都到的白银 那她为什么从南都到白银 到白银来是干什么来呢 是打过来 还是回家 还是路过白银 到什么地方去 女孩在出战的过程中 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在现场勘察中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这部手机 她是在和什么人联系 侦察员开始以白银汽车站 为远心 算四周辐射 继续查查监控 追踪这名女孩的活动轨迹 我们在决心下一个监控的时候 从白银汽车站出来以后 这就没办法找了 这监控就没办法找了 那么女孩走出汽车站后 又去了哪里 她为什么走到了现场的位置呢 与此同时 在现场周围 查找师员的工作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以我们这个现场于中心 八十的照片就是 辐射这个祖坊 祖坊的目的呢 还是为了就是 查证这个死者身份 把现场周围 我们所有能处理 我们全部都 到这儿哪条都变的 包括零食大工的 车在场面 车在场面 这些工的 都能变成的这件事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死者的身份 仍然没有确定 身份不明 一切都无从下手 确认师员是过案的第一步 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不少找不到 我们找钱 我们看有没有 记录下她的 进入现场的 这种组织的 这种东西 这名女孩 是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 她又遇到了什么人 带着这些疑问 侦察员调取了 7月5号当天 现场周围 所有的监控录像 然而细致地查看后 他们再次失望而过 关于这名女孩的轨迹 汽车站的监控录像 已是侦察员所能找到的 最后影响 就在两个调查小徒 双双陷入困境的时候 从兰州汽车站 传来消息 侦察员调取监控的过程中 有了重要的发现 7月5号上午10点24分 一辆绿色的出租车 停在了兰州汽车东站 向北20米的地方 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 这名女孩正是死者 这名男子手里 踢着两个纸袋子 女孩的右胳膊上 搭着一件深颜色的西服 在近站的那一刻 男子将手中的纸袋 交给了女孩 小女孩身上拿着 踢着两个纸袋 拿着指甲外头 跟现场发现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么来的 令侦察员感到奇怪的事 送走女孩后 这名男子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一直站在车站门口 徘徊了一会之后 他才走向马路对面 慢慢地走出了侦察员的视线 从我想看 就是兰州汽车蹲断的这个男的 确实也没上车 跟着队里面没有一次的待遇来 从画面上看 这名男子似乎与死者 关系密切 他是否就是案发现场 那件习服的主人 侦察员马上将注意力 转移到这名男子身上 当时在兰州的故事 想到现在这个男子走 从兰州汽车站监峰路下 开始往上堆 一直堆这个人 从哪来的 在往上堆路上 堆一直堆 堆的特别不实质 找不着了 从哪来的车太多了 不知道这个车车从哪来啊 7月9号下午 调查的转机终于出现了 在侦察员地毯式的走访中 终于有人认出来 死者是水一 2011年7月9号下午3点多的时候 在屠宰场打工的小王外出回来 侦察员在通往现场的路上 找到了他 我走认了 不是就把我俩叫住了 就说什么照片那女孩 你认识吗 我媳妇说 她说你看那像不像 那个周一道姑娘 我说你别开玩笑 人死人 怎么能的 然后后来一看 她说是吗 我俩当时有点懵了 这小女孩7月5号 到她们家去了 找她妈去 小王反映 女孩的母亲周阿姨 曾经也在屠宰场打工 但已经不干了 周阿姨离开时 还有点工钱没有结清 女孩是来要钱的 她姑娘跟她妈要钱 她妈说没在家 说你上那个 就说上咱们姑父的拿来吧 然后就来了 我说多钱 她说二百 我说行 给她钱 进入就没聊 她就待一会就走了 侦察员最终确认 死者小方 16岁 兰州市于中信任 把这个身份搞清楚 身份搞清楚 之后呢 她的好多信息 马上就录在我们的家 她 从年前活动 一直记得来 本人只不用这么来 小方的身份确认以后 侦察员很快就找到了 在兰州汽车都站 送她上车的这名男子 两人是恋爱关系 小方手中的西服 正是这名男子 所以把这衣服的问题 我们也就解决了 我们围绕她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关系 对兰州的所有的这个 全部的关系 全部差了一千二千 也一一进行了排除 小方的男友反应 七月五号当天 从小方在兰州上车 一直到她来到屠宰场 找她的母亲 期间两人一直在用手机聊天 但是到了下午一点五十分左右的时候 两人的联系突然中断 他发了事情以后不回来 小方不回来 不回来他马上就发了 两发两个 说话 你在干什么 都没回 都没回 他马上就拨打这个电话 这电话已经 关机 显示的是关机房台 他当时也没在意 小方两点左右 就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 侦察员初步断定 小方就是在离开屠宰场的路上遇害 但是小方在白银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 活动轨迹也很简单 应该不会有人与他产生致命的矛盾 在到达白银后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就遇害了 那么案件的起因几乎只有一种可能 毕竟现场怎能放的 我们搞形式案件的任何 都是仅仅是现场的一局 这个案件极可能是鲁狱 第二个鲁狱的话 小方到现场这里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要见 那么嫌疑人为什么回到现场去 回到图在场那个地方去 这是给我们提出一个问号 私者的身份查证以后 案件侦办并没有像侦察员预想的那样 打开局面 反而再次陷入困境 侦察员手中没有有效的线索 指向嫌疑人 他们暂时还没有明确的侦察方向 他们只能从场记忆 重新挖掘线索 现场的位置偏僻 进入现场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车辆通行的路 没有监控 小方恰恰选择了这条路 进入现场 另外一条是附近居民习惯性选择的路 这条路上恰好有一个监控探头 这是一家汽车公司的内部监控 视角正对着洗车的车间 但是监控画面左上角不足四分之一的区域 却正好拍到了这条通往现场的必经之路 这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一个监控 同时也是侦察员唯一一个可以利用的监控 根据小方的活动轨迹 侦察员将侦察的重点范围 锁定在7月5号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 详细的查看在这个时间段内 进出现场的每一个人 从这条路上 在那个时期 这三个小时之内出现的人 都是谁有没有出现 我们希望的 我们把这三个小时的路上反复看 不同的人看 我们的每一个市场人都看 大家都看 你看这里面出现的 哪个人其实比较可以 我们时间大就重点 我们就找这人 在这三个小时里 录像上一共出现了一百多个人 几十台车 摄像头拍摄的区域非常有限 每一个人和每一台车 在画面中出现的时间不过十几秒钟 淡淡从表面看来 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可疑之处 如何确定 这些人是否跟案件有关联 那么这些人怎么能排除 排除的一句就有见人 他的路上反映出来的人 我们就要把他本人找着 而有了这大路上之后 他首先有点支持 至少是谁到过这个现场 从这一段的路上到过这些 对人提供一种支持 这段监控录像的发现 为案件侦破提供了一线机会 结合这段监控录像 侦察员要落实其中每一个人的身份 查证每一个人当天的活动轨迹 现场的特殊性还在于 他近邻屠宰场 这里是白银区的深珠定点屠宰场 保障着整个白银区的猪肉供给 每天早上会有上百个商户 来这里批发猪肉 从此来尝试一个 不特别人群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这些人对这个现场 也很熟悉 他这个职业的特别是刷猪的 卖猪肉的 这个职业比较特服 也算我们一个各地人群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寻找和查证 侦察员逐步将监控录像上出现的人找到 然后又一一排除 如今监控录像中出现的一百多个人里 只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他是一个身穿彩色条纹T恤的男子 经过细致的辩论工作后 侦察员发现 现场周围的所有人都不认识这一男子 这个人究竟是从何而来 又为何到了现场 侦察员进入到更大的疑惑中 人是当时我们从现场中立去 确实是找不到 因为他就只跟犯罪现场有关系 跟现场中立的人 没关系 确实没关系 没人认识他 只要到那时干下去了 没有证据过 对于现场而言 受害者是陌生的 如果嫌疑人也是陌生的话 那么侦察员将陷入到一起 毫无因果联系的案件之中去 所有侦察员压力正五分 随着时间的转移 我们找不到这个人 我们没办法找这个人 实质而言压力 比当初案发的压力还要大 面对这个无法找到的人 案件侦破几乎陷入绝境 就在侦察员们 瓦空心思找这个人的时候 从省公安厅DNA实验室 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2011年7月15号这一天 从省公安厅DNA实验室 传来消息 技术人员在死者体内 检测到男性精斑的DNA成分 确实实施的强调行李 并且一举鉴定结果 本身现场在我们议论下 什么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我家的主角给了个巧语力的抓住 然而DNA只能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依据 至关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嫌疑人 目前侦察员仍然没有摆脱困境 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的陌生男子 依然是他们工作的重点 他是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侦察员其实不能肯定 但是在反复观看这个人的录像后 他身上的疑点却越来越多 7月5号下午2点20分左右 这个身穿彩色条纹T恤的男子 从现场走出来 时间和案发时间十分吻合 并且在案发前后几天的时间里 他只出现了一次 从这名男子进入画面 到他离开画面 只有短短的11米 留给侦察员的只是一个背影 但是与平常的行人相比 他现在与众不同 就在这名男子即将离开现场的时候 他回头瞟了一眼 露出了半张脸 但是他的面部特征却根本看不清楚 他的这些奇怪举动 引发了侦察员的无限联想 他往后看的 他的这个神态好像不太自然 再加上 好像偷东西的这个东西 最连想的就是 我们现场现在 现场 小方身上的手机不在了 怀疑只是怀疑 侦察员没有足够的证据 支撑自己的判断 当务之急 还是找到这个人 你不能说光靠着上我 我们把他这个怀疑度 我们提供了 这个人 最大了 但是你说 不管你怎么搞 你只要找着他 才能把他排除 或者把他确认 那怎么找这个人 如何通过哪种方法找 仅仅从一个模糊的体貌特征 去找一个人 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侦察员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都没有结果 嫌疑人的DNA检测出来不久 侦察员们又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6月11号 五威市梁州区 发生一起 抢劫 强奸 杀人案件 经过比对 两起案件中 嫌疑人的DNA一模一样 DNA检测 做同一认定 也就是说是 五威的这起 6月11号案件的嫌疑人 跟我们 708号案件的嫌疑人 是同一个人 我们对他这些嫌疑人 就是一种新的认识 我们可以分析他好点点 他都活着诡计 他是干什么的 他为什么会来往这两地之间 他为什么 为什么说 他在这两地之间 他干什么的 那他在5月1号案 这案的时候 到这中间 他应该在哪 白银警方决定 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虽然侦查员 可以进一步刻画嫌疑人 但是在5威发生的 这起案件中 侦查员手中 可以利用的条件 同样微乎其微 两起恶行案件的 接连发生 让白银警方 如作侦战 在不到一六月时间 犯罪嫌疑人 跳跃时的 在5威和白银两地 强奸杀人 最后落这点 在白银 这个案发 如果继续在白银 有可能继续做案 所以说 这个压力是可想 强奸 抢劫的世界 杀人案件 所以我们的案件 非常大 你说 要再发害 前案件 我们跟老百姓 怎么就得 两起案件 病案之后 破案的契机 仍然没有出现 这名无法找到的男子 成为侦察员 不可逾越的障碍 觉得工作的一步一步 群进之后 感觉这个事 而出这个人呢 又找不着 我们用一新的办法 找这个事 所以那种工作 价格相当相当大 他就在我店里 我天中在看 但是我看出来的时候 越看越得及 经过了近半个月的努力 这名男子 如同人间蒸发般 踪迹全无 侦察员 值得将这段 11秒钟的监控录像 发布在白银分局的网页上 发动更多的警钟和警力 进行协查 7月26号 就在刑警队 为这两起恶性案件 绞尽脑汁的时候 禁毒队正在悄悄地 侦判另外一起案件 根据可靠情报 一宗毒品交易 将在这家招待所进行 招待所没起来 那么他就是 蹦跑不掉的 下午三点左右 一个身穿彩色条纹T恤的男子 进入了 侦察员的监控区域 他静止走向了三楼 四处打亮一番后 进入了311房间 这名男子 马上让侦察员联想到 那段11秒都在监控录像 第一感觉 就是这个人 正面熟 跟咱们里边 发出的鞋查 这个视频资料上的 这个人的几乎姿势 很像 这名男子 是不是刑警 苦苦寻找的 陌生男子 侦察员 敏感的神经 再度帮起 十分钟后 这名男子 走出房间 侦察员迅速出动 将他控制住 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八小包 海罗伊 伊斯沃 他贩卖的那个人身上 搜了四包 四小包 那么他们就已经完成了 这一名贩毒人员 名叫马进熙 1996年 犯抢劫 强奸罪 被判处有机徒刑 18年 2010年6月 因贩卖毒品 被判处有机徒刑 一年 2011年6月7日 释放 禁毒队 在第一时间 将马进熙 落网的信息 通报给刑警队 他这个行李举止 已经太熟悉了 当时就拉出了 就拉出了 看一看 这也是他穿的衣服 调装的那个T恤 还穿的那个衣服 所以我瞧 就抠的那一下 我第一感觉 他那脚抠的一下 我说他就是 首先他是不是想 因为我不说 他就是路上这个人 提审中 马进熙只交代 自己贩毒的事实 对两起血癌 闭口不惭 DNA被刑警们 奉为证据之王 马进熙是否是 真正的凶手 将有科学的认定 侦察员马上 对他进行採写检测 与现场检测出的 DNA图库 做进一步的比对 是不是他 他想听 我们继续别的工作 再继续在做 其他工作的同时 我们也得 焦急的 等着这个结果的出现 三十号星期六 一生听了 电话打来 说了四个字 说 同意认定 哎呀 那些人就 我就是 这就没了 这就我们之前的工作 就没白费了 就是他们 但是 大家全是那种 激动的 不是说是随便 都表露出来的 那种激动 突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 我们几个正常 全部都哭了 后面我说 我说 我们刑警 就是在听到 听到这些消息 在突然成功时 放声 放声痛哭的 真的是 我有几个人 就不断地说 说 哎 各位弟弟 明天起神的话 我要听这些水 我要问啊 有水 经历了二十多个 不眠之夜 这一晚 白银分居的 所有刑警 终于释然了 明天 他们将继续奋战 在刑侦第一线 义无反顾的 守护城市的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